主席,我們講到財政預算案,很多同事都會先就香港經濟形勢有個基本分析,我很簡單地說 保皇黨就說,現在疫情本身的企業已經難捱了,就是因為他們口中所謂的黑暴,令企業水深火熱 但他們永遠都不會說,為什麼會造成香港這麼嚴重的衝突,保皇黨和林鄭政府的禍害 這麼久以來,我們叫你們不要推送中條例,你們死都不聽,最終導致香港各行各業每一個市民受損受影響 主席,說回財政預算案,我們民主黨是會反對這個預算案,主要是因為三點 三點都是因為分配不均的問題,大家知道財政預算案其實都是說社會資源的分配 財政資源、公共資源的分配 第一點就是,我們看到香港是全球其中一個最富裕的城市 但我們的貧富懸殊,亦都是全球最嚴重的城市之一 見到基層市民的生活是極之困難 但我們的財政預算案,拒絕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令到我們有很多根本上社會分配不均的問題,這麼多年都沒有處理 第二點就是,現在面對疫情的打擊,政府的援助措施是嚴重不均 他們口中就說要補就業,其實是補企業大老闆 他用企業的員工人數每個月就說最多津貼去九千元,給他六個月 我問他,這個其實是假借員工之名,給錢企業老闆 是補老闆的措施,因為老闆是沒有責任 是給回所有受影響的員工 當然財政消費說,不是,我們有兩個原則 第一,他不要炒人,不是不要炒人,說錯了 是不要僱員人數少於申請提交資料的時候的人數 第二就是,所有的錢要用在僱員那裡 我們在之前的答問會已經踢爆了 其實老闆也可以是僱員,因為他真的是公司的一員 可以是行政總裁,他的家爺子也都可以是公司的僱員 那這些人士,他可以把錢發財給自己的人 而失業的員工,或者是被大幅減薪的員工 是可以拿不到這些資助的 所以這個嚴重的分配不均,是令到我們極之擔心這個計劃 加上政府也都拒絕設立這個失業援助金 令到很多打工仔,被迫要去申請縱門 這個申請門檻,又不容易過 還有第二,亦都會是那個手續很繁複 令到很多打工仔受影響的,得不到急切的援助 第三點,分配不均是什麼呢? 就是政府各部門的公共資源分配不均 大家看到警隊獲得很高的財政資源增幅 可以加人手、加裝備 但是很多社福、醫療資源的增幅,遠遠不及警隊 但是我們看到警隊過去幾個月的表現是怎樣? 濫用暴力,嘔打市民、嘔打記者、襲擊議員 濫捕很多無辜的人士、濫告很多人 上到法庭要撤銷檢控,現在更差 被踢爆 原來有些所謂的汽油彈案是懷疑自編自導自演的 一個管理這麼敗壞的警隊 當然鄧炳強是責無旁慨 你看到他領導的警隊不斷謊謊 所以我們香港人見到612、721、831 無數無數警隊在不同日子的暴行、惡行 你叫我們加資源、加人手給他? 這是不可能的 主席 財政預算案就說 要加強法治推廣 每年都說要推廣基本法 法治那裡他就給4.5億鄭若驊去推廣 基本法推廣就給2,300萬 先說法治那個推廣 鄭若驊去推廣香港法治 本身他是破壞香港法治第一人 你不如叫葉繼歡推廣防盜 叫鄭若驊去推廣禁毒 叫鄭若驊去推廣法治 這個是極大諷刺 至於說推廣基本法 聶德權局長 你在座最好了 以前你是政制事務局 今天你是公務員事務局 兩樣都關你的事 其實我跟你說 聶局長 你是沒有錯的 你是不應該認錯的 根本二十多年來 演繹基本法二十二條 是正確的 中央政府各部門 是不應該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 這個是八字一字寫清楚 現在硬屈你 屈你說錯 你又要跪低 跪低不夠 要趴低 是我錯 錯什麼呢 這麼久姜欣署也是這樣說的 這麼多中央的領導人 都是說不干預香港的 你突然間改了 你就說我改了 就不是你錯 我很理解被人冤枉的感受 局長 七二一我都經常被冤枉的 保皇黨都冤枉我 說我是元兇的 你不要緊的 你不要緊的 你繼續做好官 不過你做公務員事務局 不要再用這套錯的思維 去逼公務員 去跪低 去趴低 好了 講到推廣基本法 保皇黨 就是專家 專家中的專家就是葉太 葉劉淑儀議員 這次就不是扮演葡萄的角色 就扮演先知的角色 他就說 有沒有搞錯 都知道他錯的 為什麼錯這麼久 現在才改 葉太 你以前是保安局局長 做了這麼多年行會成員 這麼多年立法會議員 如果解釋二二條錯的 你不要一早說 最好笑的就是自己的總新聞主任 都說中聯辦違反二二條 干預特首選舉 他就說 這是澳洲人 澳洲人西人 不懂基本法 這樣也可以 我覺得葉太 你不如以後 成立一個品牌 你以葡萄著稱 叫做先知葡萄 就走去日本 什麼青森縣那些 山果很知名的 就搜羅一些葡萄回來 寫著先知葡萄 每人吃完之後 葉太的表演 拿些核出來 看核的排位 就會預測到 其實基本法哪一條呢 是演繹錯的 我覺得絕對有賣點 賣不賣得去就另一回事了 主席 昨天葉太又講道歧 香港電台 公廓使用很不理想 又說她收視低 又說成效差 這路路 還說 梁家榮 作為廣播處署長 推廣一國不力,令英文台的女記者去問世衛高官的時候 明知台灣不是主權國,都去問可不可以加入世衛 或是梁家榮負責 主席,我想說 如果政府或是行會成員說港台的收視低,要開支什麼什麼 你找鏡照一下自己 你的高官網上和市民對話收視有多少? 羅志剛,即是還有一招那個 是八十幾個上網 八十幾個上網看是什麼概念呢? 主席,我如果開Facebook直播 我開著待時間等候時間,我不說話 都多過八十幾人 即是你跟別人說收視,還有對不起 他沒有說一個重要的事實 就是雙經局 容許TVB等等的大台 減掉他的公共廣播時間 不要緊,港台自強不息 他網上做得很好啊 網上點擊率很厲害啊 頭條新聞過二千萬 鏗鏘集三千六百萬 現在每個星期 我的小朋友和老婆 在家裡不是看TVB的 看鏗鏘集的 是上網看的 看頭條新聞的 即是每個星期 苦中作樂 我笑一笑而已 即是我希望保皇黨 就不要拿一些片言隻語的數字 偏頗地去演繹 去屈港台 港台已經被你們 按人手,按裝備 人家要建的大樓也不讓人建 還在屈人說人家成效差 主席 我們財政預算案 其實是解決社會矛盾的其中一個工具 現在我們社會最大的矛盾 其實大家知道 就是我們自從送中惡法 政府硬推之後 市民的民憤一直未得到處理 市民的訴求 政府一直不回應 我們要做好經濟 財政司司長經常說要搞好經濟 我們要社會穩定 社會穩定 要正通才會人和 我們市民的五大訴求 政府會不會回應呢 到現在都是不回應 林鄭月娥昨天在中午的時間 就撤換了幾個問責局局長 主席 其實最應該撤換的是 特首林鄭月娥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李家超保安局局長 和警務處處長 這四個人是禍港的四大購 如果他們四個人 蹲在中環攤一張地隻出來 叫香港人每人給他一元 叫他過主 我相信我把地隻堆起來的銀子 高過皇后像廣場的皇后像 就這樣了 主席 我奉勸特區政府 你要解決政治的爭議 一定要虛心聆聽市民 認真回應我們市民的五大訴求 不是一直在想 怎樣去立23條 怎樣加警察裝備 怎樣去用惡法 去拘捕檢控 我們一幫民主派的人士 抓市民 不是這樣可以解決社會的矛盾 我們香港人會繼續堅持 爭取我們的民主公義 守護我們的法治 絕對不會投降 絕對不會好像特區政府那樣 事事正式 懂得聽中央 跪低、怕低 自己插自己 不斷認錯 本人僅此陳詞 作詞